嗨 大家好 我是小新 今天呢 小新跟随着美丽中国网络媒体生态文明行 来到了咱们中国的大西北 也就是青海 接下来呢 跟随我的镜头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青海的冬日里都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跟我的镜头一起走吧 现在呢 小新来到了青海的海北州市的门源线 这里呢 也是山水林田胡草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点之一 大家可以看我的身后啊 其实后面的这个水流呢 是非常的清澈的 但是其实在两年前呢 这里还是一条干涸的河流 通过咱们的这个修复工程进行河道的输浸和垃圾的清理 现在呢 河窗已经重现了生机 哇 这里有羊群诶 这里还有牛 大家看我的身后啊 小心发现了什么呢 这里有一大群的绵羊 这个羊呢 叫做藏西绵羊 我其实很想和它们有一进去的基础 其实是吧 有点怕我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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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羊稍微有一点 你看看它们超级可爱的 就是软软的白白鸡蛋 这是小新第一次在青海看到什么 今天呢 小新来到了青海的桂德县 有一句话叫做天下黄河桂德青 其实呢 在我身后的这个特别清澈的河流呢 就是我们的母亲河 黄河 为什么这里的河流会特别清澈呢 其实呢 咱们这个桂德县的这个县里的居民呢 是长期都有这个植树造林的习惯 所以起到了一个防空护杀的作用 所以咱们这边的生态环境呢 也保护得非常好 现在呢 小新来到了麒莲山 在我的身后呢 就是麒莲山脉了 其实麒莲山脉是绵延很多里的 而且呢 现在已经是白雪挨挨了 但是这里的空气依然非常好 而且呢 在远处看这样的景象也是非常的美 今天青海的天气特别的好 虽然冬天呢 气温有一点低 但是看我的身后 这里的风景非常的美 而且呢 天也非常的蓝 阳光也很好 其实冬天的青海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来打卡哦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